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文艺圈最重量级的香饽饽 导演赵宝刚跟他的私人关系极好 顺利拿下了改编权 当时王志文还是个不得志的小演员 之前最大的角色是黄城根里的配角王喜 个头一米八 体重一百零八 散发着弱不禁风的书生气 甚至被某著名导演判断不适合演戏 早改行 早解脱 而江山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 赵宝刚对女主杜梅的要求是 又矫情又真诚可爱 江山的气质非常符合 就决定启用新人 他俩的片酬都是一万人民币 在当时算挺大一笔钱 最初这部戏并未受到业界的重视 正值1994年春节前夕 被安排在晚上11点非黄金时间播出 没想到刚一集便火遍大江南北 飞天精英奖拿到手软 两人还青涩的合唱了主题曲《糊涂的爱》 虽然唱功远谈不上多专业 依然卖出了40多案牌正版磁带 这大概是中国影视史上最早的爆火CP 郭巴尹开创了内地青春爱情剧的先河 你要是问我的话 此后没有任何一部同类题材的品质能超越他 那种一地鸡毛的两性关系 真识的如同在每个人的屋里装着摄像头 比动不动就霸总仙女的胡扯人设 亲切一万位 而且郭巴尹只有八集 却把什么都讲清楚了 放到现在 这些剧情水出个30集都算是厚道的 天幅较短 我就用两期的节目来聊一聊 从中还能看出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街景风貌 相当有怀旧感 让我们开始 剧集的开头颇有电影韵味 伴随着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秋日思雨》 一个女人幽怨地点燃了一支烟 克莱德曼1992年曾来中国演出 掀起了一场音乐狂热 大街小巷流淌着他弹奏的旋律 也算是鲜明的时代标签 相框上的结婚照 顺势引出了女人的丈夫潘佑军 他现在正与好友方言喝酒吃火锅 男生宿舍的聊天话题 三拐两拐大多会落到女孩身上 潘佑军跟方言大吐婚姻的苦水 称媳妇石静是暴君 天天对他实行精神临迟 无非是爱情迅速折旧 曾经的玫瑰花变成了蚊子血 两人都失去了激情 我这比监狱还惨啊 监狱刑满失放 有个叛逗 我这倒白头到老 终身死囚 你也别这么说 忘了那会儿了 那会儿我怎么了 嘴都乐得快脱灸了 满面红光 幸福的就跟西红柿似的 不至于吧 你呀就这么招吧 别这山望着那山高 实际是挺不错的 真的 你说要论相貌吧 该亏心的是你 要论内心 人也比你丰富 你还读啥呀 酒过三巡发泄完毕 二人从饭馆出来 那时的北京满大街都是黄色面堤 每公里一块钱 拉人拉货都行 方言把喝醉的潘友军扶上车 那边使劲穿着整齐 继续双目空洞的喝酒 到了小区楼下 方言提出送潘友军上楼 随后却发生了颇为黑色的一幕 用不用我上去证明一下 你今天晚上过得很纯洁 你哪那么多事啊 我 惹极了我 我就把他给扔 就下来 不错 一个爱情故事却用惨烈的自杀开场 这在当年看待了无数观众 潘友军在殡仪馆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夫妻冷个战会走绝路 石静甚至连纸字片语的遗言都没留下 接下来他无能狂怒 揪着方言一通发泄 不多会儿一个女孩走过来 上来先给潘友军一个大逼兜 她叫杜梅 是石静的好友闺蜜 那天晚上石静呼了潘友军很多次 却没有得到腹肌 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一巴掌把方言给惊着了 回头仔细端详杜梅 王硕的原著小说里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 以柄官老爷手中锋利无比的大刀 这次邂逅给方言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从殡仪馆出来 二人闲聊了几句算是认识了 杜梅与石静是中学同窗 免不了回忆起往事 方言磨正了一般 跟杜梅上了公交 几句话看似闲聊 却都带着试探 你烟抽的挺凶的吧 烟味真大 你是在医院工作吧 啊 护士 你怎么知道的 你身上的味儿也不小 你这毛衣是短袖的吧 反正到这 爱人不会打猫活 你看我这样 像有老婆的我 能看出他们彼此都有些好感 到了公主坟 方言本要转地铁 临走颇有些恋恋不舍之意 随转头回去接茶聊 谁说胖妹子必须得有钱 穷光蛋一样可以勇往直前 中午一般你吃饭吗 这话问的 有什么想法就说吧 其实我挺想请你吃饭的 这不难实现 你是不难 你也不是难的 你是说你没带钱 全都算上了 可也没多少 就是对 算了算了 我请你吧 我最烦心 李德蹭男人的饭了 不是我恭维你 你这品德吧 如今太难得了 方言 你不是那种人吧 怎么 在这部女人面前装穷 省着点到那部的女人面前装富 你不觉得说是绕嘴吗 累不累 说着玩呢我 这份爽力 方言可太喜欢了 杜梅也并非对方言一无所知 实际总提起她 今天德剑与想象中颇为不同 是一种该溜子加知识分子的诡异混合气质 反而让杜梅感觉很亲切 这俩主角的人设 现在看来非常普通 杜梅是妇产科的小护士一枚 方言在文化馆当小职员 富豪亲爹 外国亲戚一概没有 吃饭时杜梅略失小记 互留了电话号码 从此可就落下心病了 那时的集体宿舍都是门口有一个公用电话 叫谁谁接 字要铃声一响 杜梅耳朵便竖得老高 可一星期了 每次都失望而归 室友贾灵人曾未见她如此魔正 爱情果然有力量 几天后 方言与文化馆的同事董言平去医院 身边还跟着个女孩 董言平去找地停车 让方言先上去 杜梅正值着班 听说有一位瘦高的男人找来 便心忡忡地跑出去 谁知却醋意大发 脸色夸插掉在地上 碰上猪队友方言欲哭无泪 别拉拉扯扯的 有事说事 你别误会 真不是我的 她是我们一同事 哥们的女朋友 真跟我没关系 不信她都来了 丹丹 是不是她来了 没有 她没来呀 哪个男人 她是什么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是 过来跟我来吧 人呐 你还来呀 别提了 刚才差点没跟小子打起 以后这种破事少 他们找我 哎 不是你主动提出来的吗 上回说美女朋友 今儿却带了个姑娘来妇产科 检查完出来 虽然已解释清楚 杜梅气是消了点 说女孩有传染性妇科病 把董同志给吓得够呛 方言工作的城南文化馆 在一个司法院里 文化馆是个颇具中国特色的 公益事业单位 主要组织各种区域文化活动 比如展览 竞赛培训之类 每月挣此工资 但活儿清闲不累 作家于华 气宜从文后的工作 便是在文化馆 他第一天故意迟到了两小时 却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的 这单位来对了 一张报纸一杯茶 方言的工作状态相当懒散 跟领导打了几句哈哈 潘友军来电话 说约他晚上家里见 媳妇死后 潘友军只在这住过一晚 刚闭上眼 就觉得阳台上有动静 反正是没法住了 他把婚姻看太重了 你呢 又把婚姻看太轻了 应该说是看没了 我以后不会再结婚了 我要是一时糊涂 你就拿大耳帖子抽我 知道吗 正说着杜梅敲门进来 看气氛太沉重 便约他们明天 去参加医院组织的舞会 俺们带着小护士 各顶各的可爱 方言咧了嘴 欣然答应 第二天晚上 宿舍里俩姑娘各自化妆 杜梅不由自主地聊起方言 而话头却是 把她介绍给贾玲 这小心思多么真实 哎 她那人挺大方的 男子汉样 穿衣服挺随便的 可穿起来挺好看 她有件毛衣 说袖子都快到这了 有的男的抽烟吧 罩着你鼻子直喷 她不 她给你感恩 那这么好 你怎么不跟她呀 跟我耍鬼心眼的吧 去你的吧 你们要能看上就看上 到了晚上 医院的礼堂 烧一桩点 秒遍狄厅 九十年代 舞厅是最流行的社交场 老中青都喜欢 这场戏用一句话就能总结 醉翁之意不在酒 杜梅跳舞时 心思全在方言身上 可下场后又拿着翘 方言也是个傲气小伙 便邀请贾玲 贾玲不愧是中国好室友 可劲的推销杜梅 说别看她外表青春开朗 其实身世挺悲惨 父母都去世了 逢年过节只能孤身独处 谁知一曲终了 杜梅却不见了 宿舍灯亮着 明显是耍了小脾气 方言本是个桀骜不驯之人 但架不住喜欢 还得上去哄哄 虽然杜梅仍然没开门 气儿却消了 王硕小说里男主的标配 便是一张好嘴 你说你这同志吧 不是我批评 哪都好 就是对自己的同志 缺乏起码的信任 你说我能不愿意跟你跳舞吗 我大老远来了干嘛来了 可是你给我机会了吗 当然了 我也有我的不是 我这人吧 太腼腆 我越喜欢一个人 我就越紧张 你说就刚才那会儿 我刚给自个儿裹完劲 那小子就来了 看见他把你搂那么紧 我那根气 要不是贾灵来了 我杀他的心都有 你说咱俩了 认识时间也不算短了 好歹也算是熟人 就是没机会 踏踏实实坐下来说好话 这么着吧 反正我对跳舞也没什么兴趣 你先歇着 但那天有空 咱们再约 方言走后 贾灵继续助攻 他很少见到杜梅 打开心扉 这次算是挑明了 很快到了大年三十 方言的父母回老家过年 董言平下班时 随口告了杜梅一撞 一看上的这位 可太急贼了 那天恍冲案对象 有传染病 其实屁事没有 方言一听反而乐了 俺家妹妹娇气 加上淘气 就是可爱 晚上看着漫天烟花 方言又想起了杜梅 腿脚不听使唤 打面滴去医院的宿舍 杜梅果然在 似乎预感到方言要来 桌上已做了不少菜 气氛已轰到这 方言提出 要不咱把那天错过的舞补上 伴随着克莱德曼的钢琴曲 两人紧紧相拥 郭巴尹的第一集 男女主便从陌路 走进了恋爱关系 叙事的节奏效率 堪比电影 两人的关系进展迅速 杜梅不必说 吊儿郎当的方言 也罕见的动了真情 潘友军还想劝一劝 他现在患上了婚姻PTSD 你可不要重蹈哥们的覆辙 婚姻这东西你把不住的 勤到农时人自罪 婚事很快提上了日程 方言的父亲给找了一间 旧的教室做婚房 面积倒是不小 但目前完全不像个家 方言还觉得亏待了姑娘 然而杜梅完全不在乎 眼里全是星星 她就是典型的 友情银水宝类型 不行 你得说你爱我 干哪搞这么酸 可我不能跟一个 不爱我的人结婚呢 行 不爱你 可以吗 嗯 事就这么成了 两张照片加两个刚印 方言一晃神没反应过来 自己已成了已婚人士 刚出了民政局办事处 她感叹着结婚也就那么回事 杜梅一听便耍了脾气 你要是后悔 咱现在就理也行 感情结婚就这样 真要碰上一片婚的 说懵也就懵过去了 你说是不是 咱俩这个 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 哪儿的话 我就是觉得自己忽然大 没人管了 觉得不舒服是吧 非得做贼似的才过瘾 你要后悔 现在改还来得及 这场戏初步体现了杜梅的不安全感 美丽的女孩千千万 她生怕哪一天方言会被别人夺走 婚礼办得很简单 朋友哥们吃了个饭 奇怪的是杜梅一个朋友也没请 包括最要好的贾铃 父母死后 她已与亲戚全断了来往 喝完酒回到教室改成的家 杜梅非常认真的给方言说 从此以后 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 新婚之夜 你浓我浓 清晨杜梅被上课的铃声叫醒 寻视了一圈自己刚组建的小家 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雀跃幸福 方言迷迷登登的醒了 迎接她的是一道送命题 你挺棒 真的挺棒 在我之前 你跟几个女人睡过觉 又来了 还让我说多少遍 你是头一个 有没有长得比我好看的 比我漂亮的 当然没有了 那就是说他们都不如我 既不比你漂亮也没不如你 我是说压根没有 好吧 不管有没有 反正从今以后 他们就都不存在了 从来没存在过 你心里只需想着我一个人 是啊 就当他们从没出生过 真能像他们从没出生过那样忘干净吗 是啊 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看 说漏嘴了吧 还是有过 别解释了 这不怪你 只怪我没早认识你 把你一个人扔在社会上 社会多复杂呀 我失职 你拉倒吧你 交诚的潘友军打算去海南散谈心 顺便看看有什么事业机会 方言去机场送行 潘友军苦口婆心提醒他悠着点 感情专一是好事 但过头了很恐怖的 这天晚上贾琳来家里祝贺 几个人相谈甚欢 贾琳走后 杜梅又吃了一盘没头没脑的醋 这天方言约杜梅回父母家吃饭 刚走出文化馆 杜梅早早的捣吃了一番 在门口等候 方言一看就怒了 大家瞧一瞧这生猛的台词 走啊 怎么了 出门照镜子了吗 怎么弄得跟鸡似的 哪弄得这黑网友的脸库啊 你肩上再定点亮片 脖子上再挂成玻璃珠子 耳朵上弄了钥匙环你就全齐了 你去哪啊 前面派出所 杜梅 咱有话回家再说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讨厌 我 杜梅说到做到 还真就是没去 把方言的父母晾了一晚 回到家自然又是 针尖对卖忙的一通大吵 杜梅也知道做的有些过分 后半场拿出新买的夹克 主动求和 而以上只是开胃菜 下面方言才真正领教了 杜梅有多么的锋利 下班回家路上 方言偶遇甲林 便随口聊了几句 这一幕被杜梅看在眼里 回家就质疑丈夫的忠诚度 阴阳怪气的说 甲林温柔又漂亮 看上他也很正常 媳妇生气没做饭 方言只能出去买点 吃完包子 看到路边有人下棋 回去也是吵架 不如蹲着看会儿 这一看就看到了收摊 回到家 他本以为赔个笑脸缓解一下气氛 谁曾想冲突升级到了肢体 方言边防守边劝解 方言气得是杜梅太不理性 而杜梅却觉得方言为什么那么理性 爱琴哪有什么道理可讲 喷方言一个不留神 跑了 来 把鞋换上 这才是好孩子 你说这何必吗 到底有什么不可以调和的 抵我矛盾 是不是 来来 快躺着 你给我回来 你疯了 方言穿上衣服出门 找了一大圈毫无踪影 迷迷蹬蹬的合一而睡 第二天赶紧去医院 贾林说杜梅今儿没来上班 她唯一可能去的就是姨妈家 姨妈算是杜梅唯一能沾点亲的亲戚 父母不在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同住 寻止上门 媳妇果然在 好说得说劝回了家 杜梅的火气渐消 甚至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吵架 她也知道自己有问题 但难处在于控制力 在以后别闹了 好好过日子行吗 我根本就没想到 你说哪回不是你先挑了头 哪次又不是我忍气吞声委屈求全 说到最后又是我错了 我就没对我一回 你就是错了 你应该正是这一点 这样才有利于你的彻底修正 我老这么闹 你不烦我吧 怎么说呢 闹的时候有点烦 过去了吧就完了 不真烦 那你还爱我吗 别吃这凉的了 我去给你做点热的 干什么 这两个字 希望你能与我共勉 德行 潘友军从海南回来 方言上门看望 多日未见 小伙红光满面 这次南下没白去 感受改革春风 决定重新出发 他所在的广告公司 在北京开设了分部 潘友军当上了大区总经理 90年代的广告业 绝对是朝阳产业 代付了一大批人 事业蒸蒸日上 潘友军彻底忘记了 当时绝不再结婚的flag 再次火速领证 投奔爱海 回家杜梅一听 这消息直接炸了 为闺蜜实境鸣不平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他爱憎分明 潘友军的吃席邀约 坚决不去 吃饭的那天 方言编了个 一听就是借口的理由 潘友军倒是很清楚 杜梅的脾气 俺家的这位 可完全不一样 正说着 一个打扮入食的女郎过来 他自称Masha 一口的纽约伦敦乡 味儿太冲了 先生您有事吗 Excuse me Where is WC It's over there please 方先生 我是陪了 怎么个意思 去卫生间 怎么样 怎么样 哪人呢 北京人 外企的 外文还可以吧 我跟你说 好多外国人见了他 你猜怎么着 还得照翻译 气我 此时杜梅正在家里生闷气 看着黑板上方言写的 滞怒二字 越看越生气 憋着火擦掉 跑回宿舍向贾林诉苦 他提到一个细节 说最害怕家里很安静 方言在沙发上看书 杜梅在旁边打毛衣 这种波澜不惊的家庭生活 让他无法忍受 为什么爱情不能一直炽热呢 如果要对比一下 贾林是现实主义 而杜梅则是彻彻底底的浪漫主义 爱就爱 她个腾云嫁雾 没有中间状态 人家都说爱吧 分几个阶段 有热恋气 那人为什么不能永远热恋呢 我什么都给他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说 那难道我求一点回报 这也算过分吗 我觉得你比我幸福多了 起码你还能指望有别人爱你 我呢 连这指望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 对我来说就那么回事 你该满足了 我觉得 不 我绝不满足 穿完饭 方言不想回家 三人又去歌厅玩了二场 台上正在唱当年的爆款名曲 明明白白《我的心》 可杜梅的心方言不懂 兴之所至 Masha上台唱了一首英文歌 回到家 俩人又来了一出隔门对话 只不过这次气氛改成了紧张 方言撞门而入 搬凳子跟杜梅掰扯 再这么三天小吵 五天大吵 热子没法过了 您今天给个痛快话 不能过咱就离 我觉得咱俩要再这么下去 只能是互相折磨 互相伤害 再继续下去 对你我都没好处 当然了 责任是双方的 咱俩的性格太不 那什么了 不能全怪你 也不能全怪我 咱们还是分手的好 杜梅一听这话 立马心态爆炸 站起来摔盆砸碗 不过就不过 其实真实生活里的江山 性格迫由温和 极少与人吵嘴冲突 所以这场戏 拍了很多条才过 面对失控的妻子 方言冷眼近观 刚要走 杜梅发了个大招 直接把床单给点了 放了你啊 你要走我就去死 何必嘛 又不是谁也离不开谁 我就离不开你 你我活不了 那还走不走了 好好好 我不走了 行了吧 哎 方言当初看上杜梅 就是看中他够纯够真 可万事过犹不及 小作一情大作翻车 这下被彻底整了个没脾气 第二天上班无精打采 还因为义务献血的事 跟领导大吵一架 我现在身体里没有血 全是气 杜梅也知道 得做出些改变 于是这天 答应潘友军的邀约 去南郊跑马场玩 出乎意料 两个媳妇 却格外的投契 聊了一路 Masha的感情态度 比较稀化 爱就要大方的表达出来 天天牵手跨弯 爱老虎游不离口 杜梅对这种状态 相当羡慕 回家就逼着方言说 我爱你 不是我逼你的吧 还让方言在黑板上 写了个大大的爱字 杜梅看着 露出纯真满意的笑容 几天后 他俩去潘友军家 喝咖啡做客 潘友军大谈 最近的股票热潮 钱就跟纸一样漫天洒 这段历史细节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 我前不久刚做的 古风那期 方言跟杜梅 脑子里都没装 赚钱这根弦 杜梅只在乎 Masha和潘友军的恩爱 称得上是如胶似漆 回家路上 不无忧愿的说 他宁愿被天天 整活的渣男骗 也不愿守着沉默死水 过一辈子 而方言不以为然 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不应该成为表演 他觉得Masha太假了 这天晚上 方言出门上厕所 杜梅独守空房 心血来潮 在黑板上写字 等方言回来 大功告成 这就是我的爱情宣言 杜梅确实是个 爱情恐怖分子 但架不住她可爱 当年这一幕 看醉了无数男观众 这天潘友军 邀请夫妇俩上门做客 路上碰到了贾铃 看上去情绪低落 杜梅说她最近刚失恋 好容易看上一个 对方又嫌弃她 难顶 到了潘友军家 气氛很诡异 卧室里 Masha正在收拾东西 杜梅一直挂在嘴边的 五星夫妻 说没就没 干嘛 你们搬家呀 不 我们离婚了 不是开玩笑 今天刚办的手续 不信 你们可以看看离婚证吗 怎么 说离就离了 可不说离就离吗 不像有些人 还得打几年 你们俩 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曾经 曾经好过 对 曾经 离婚导火索 是Masha的出轨 被潘友军捉奸在床 昨天的搭令 今天成了冤家 分东西时 撕得不亦乐乎 方言心里脸上止不住乐 看吧 谁也别装逼 这事对杜梅的打击相当大 她一脸死灰的走到阳台 几个月前 闺蜜石静 就是在这儿一跃而下 到底有没有红酒的爱情 她有点拿不准了 现在我知道石静当时的心情 当初潘友军也没跟石静离婚 全是假的 虚伪 欺骗 怎么就碰不上一对真的呢 也好给人有个念想 你也太极端了 只要大帝是真实的 难怪他要扑下去 他知道大帝不会欺骗他 姓潘的 你他妈什么号子啊 北什么超什么 呦 赶紧会说北京话 你还有心思笑 他们完了 是不是就该咱们了 从此杜梅就磨正了 经常一个人看着满黑板的爱子发呆 这天下班 贾琳截住方言 说最近杜梅经常上班哭 你是不是欺负人了 方言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 便买了些韭菜 回家跟媳妇认真谈谈 酒精的催化下 二人都打开了心扉 杜梅在工作中脾气特别好 从不与患者吵架 但一回到家看那方言就失控 四个字总结 关心则乱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医院里他们都跟患者吵过 唯独我没有 别人怎么说我都不生气 就对你 我不能容忍你对我有一点不好 结婚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可那时候你也不是现在这样 方言 你还爱我对吗 这是两码事 杜梅 我坦率地说 和你在一起 我精神上感到压抑 你是说我在思想上不够关心你 你太关心我了 快把我给关心疯了 每天跟防贼似的一天到晚就怕我不爱你 我明白了 你是愿我没有跟你乱搞的自由 你要非往这庸俗下流了想我也没办法 方言希望平平淡淡 像大多数普通夫妻一样过日子 而杜梅认为那样就不是纯粹的爱情 两人底层操作系统不同 自然是各种卡bug 话说到这儿已经到头了 方言醉了倒头便睡 杜梅久入惆肠夜不能寐 第二天方言刚醒吓了一跳 见杜梅双眼直勾勾的看着 仿佛要把他的魂吸出来 接下来还有更惊吓的 你想杀我呀 你考虑下法律后果 不考虑 我问你 你爱白我 我恨你 你撒谎 你生都在撒谎 死到临头了 你还不说真话 你疯了 你说咱俩都这样了 你还指望我爱你啊 说你爱我 那你也得把我先松开 不 说你爱我 看来昨晚确实喝醉了 被绑成了大闸蟹 却毫无知觉 正思的上头之际 编剧安排了一个黑色幽默情节 门口的同事找来说 你昨晚忘了给扒床的病人发药 杜梅也是投一回绑票 顿时手忙脚乱 把菜刀和方言一起放下 就往医院奔 可怜小方同志叫天天不灵 只能一个咕噜滚下床 转头看到黑板上满满的爱子 灶台上是杜梅买好的水果 看着像石榴 方言心里明白爱的重量却无法承受 他蜷缩着像窗口如动 碰一种老电影里 英雄就义的悲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从透光率判断 方言撞的应该是道具玻璃 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这下伤得不轻 满脸是血躺在医院打点滴 门口的杜梅哭得稀里哗啦 甲林怎么劝也没用 待方言醒了 杜梅像个闯祸的小学生进来 事已至此除了离婚 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没有孩子 离婚比结婚还简单 连照片都省了 从证书上的年龄判断 婚期刚挺过了一年 从办事处出来 两人分道扬镳 看着杜梅眼眶里 欲哭未哭的泪水 方言勉强挤出了一丝苦笑 回到余温上带的大教室 两人的生活用品还未拿走 一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方言盯着黑板上的爱 本想拿麻布擦掉 犹豫再三还是没舍得 离了婚 生活还要继续 某天方言去潘友军的公司串门子 MASA走后 房子一直空着 潘友军说 你要是不介意 就搬去当单身宿舍 拎包入住的第一天 方言放飞自我 看武侠片 听disco音乐 一个人鼓刀出了五个人的动静 楼下的邻居上来温和抗议 您能不能换双软底的鞋 冬去春来 这天方言在院子里发呆 董言平说有人找 出门一看是贾林还有杜梅 杜梅说希望方言能帮个忙 一起去见见他的父亲 方言一听就懵了 我这个老丈人不是早去世了吗 这是哪来的爹 问缘友两人都支支吾吾 杜梅扭头走了 不帮拉抖 贾林随后说出了真相 有件事 杜梅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可我想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 他母亲是被他父亲杀死的 是用绳子勒死的 为什么 他父亲想跟他的一个学生结婚 他母亲不同意离婚 这也太黑了 后来是他自己主动投的案 由四环改判了无期 到现在都关了有二十多年了 杜梅每个月都去看他 现在你理解他为什么容易偏激了吧 他应该早告诉我 为什么 要是那样 你就可以理解他 原谅他 不和他离婚 方言听罢很受震动 按岁数来说 凶杀案发生时杜梅才四五岁的样子 可以想见这种血色童年回忆 给他造成了多么大的阴影 后来的一系列偏激举动 都来自于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 所以才会千方百计的拴住方言 抓住爱情当救命稻草 这次去探望 之所以想拉着方言 是因为老丈人病入膏肓 杜梅想父亲临走前 看一眼女婿 也算了了心愿 由此引擎 方言不再抗拒 民警领着二人到了病房 对这个杀人犯父亲 杜梅也是五味杂陈 老人握着女婿的手相当激动 作为工具人的方言 不知该说些啥 从医院出来 杜梅指着不远处 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 说那就是父亲年轻时 和女学生 夏日的某一天 潘友军约方言 去大酒店吃饭 潘友军去楼上办点事 一个庙里女郎走过来 居然是许久未见的贾林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贾林已辞掉了工作 找了个意大利的男友 马上要结婚了 贾林顺势邀请方言 和潘友军参加婚礼 到了那天 方言又见到了杜梅 尴尬的打过招呼 她不断劝戒自己 分手了也能当朋友 但总是忍不住 陷入该死的哀伤 杜梅脸上不动声色 可没一会儿就喝多了 吐了两轮 情绪涣散严重 尾盘竟然不见了 贾林方言焦急寻找 言谈中得知 杜梅现在非常不好 宿舍楼拆掉后 居无定所形同流浪猫 方言再没有凑热闹的闲情意志 简单祝福了几句离开 看着方言的背影 贾林满眼惆怅 他俩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好感的 但谁也没捅破 发呼情指呼里的做朋友 谁知道了门口 却看到杜梅蹲在路边 回到家 杜梅迷迷噔噔的 呼喊方言的名字 潜意识里 她还沉浸在爱情的梦想中 我走了 杜梅 听话 你是谁呀 我是方言 你前夫 方言 这几句呼唤 波动了方言的心弦 看着婴儿般熟睡的前妻 这可咋整 这对欢喜原甲能重归于好吗 贾林与老外男友的跨国恋 是否会幸福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如果绝胆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您的认可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比心